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出的这一集节目给大家看了 说现在在加州这个公立学校系统里面 有多么黑暗的一面 我们也是有一个吹哨人来跟我们爆料 其实这些事情呢 都不应该在意料之外的 你如果要是看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 大概就能想到他们的确是在做这个 只不过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说 真的在系统里的人 跟我们讲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只不过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我们大家呈现了而已 那么通过那一期的节目呢 这个网上也有朋友问 然后我现实生活中呢 也有朋友来问 就说哎呀 这样一个糟糕的教育环境 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一些实际的行动 可以真的去来改变这样的现状 可以来拯救我们的孩子 那首先呢 这个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留言区 就提出来了 就说其实这件事好像 大概也不需要特别担心 是不是 因为呢 这个现在好像立法部门 对吧 尤其是共和党这边 他们好像是有在立 这一个相关方面的法律 像这个观众留言呢 他就这样说啊 说这个国会呢 是不是刚刚通过了一个 Parents Rights Bill 就是说是不是刚刚的 这个联邦的国会 通过了一个家长权利的 这样一个法案 的确是的 在联邦的众议院呢 刚刚通过 但是呢 参议院还没 那大家都知道 你要是通过这样一个Bill呢 你是众议院提出来 那就众议院向来投票 众议院完了之后就参议院 那参众两院 就算都通过了之后呢 最后你还得看 总统签不签字呢 是不是 那如果要是拜登 拒绝签字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成立 因为左派总是有 各种各样的理由嘛 还有借口去拒绝 各种各样的法案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把 希望基于立法之上吗 也就是说当我们 现在看到很多州 共和党人都在 很积极的立法 包括是家长权利的法案 教育的法案 然后防止小孩变性 等等等等 这样的法案 立这样的法律 到底能不能够 拯救现在的环境 逐步的去恶化呢 对我而言啊 就是我对于法律的看法 就是法律 其实对于坏人 一点用书都没有了 法律只能惩罚 做完坏事的坏人 那基于我们美国的 这个法律啊 各方面你看起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对于坏人 是有非常大的包容心 跟宽恕的一个概念 打砸抢 拿个枪去抢商店 持枪抢劫 这个样子都算是 轻罪了 川普一个什么封口费 就是要到联邦的 这个选举法各方面的 所以说法律 是一个非常不完善 而且你永远不可能 完善法律 法律在那个地方 就写了一行字 法律没办法保护你 法律没办法保护你的小孩 法律没办法保护任何的东西 那些老师 教室工会 还有整个学校的 公立学校的这个体制 他们要做什么 还是做什么 他们要干嘛 还是干嘛 打个简单的例子 像那时候我们 interview Sue You的时候 他说他是那时候 在这个校董会里面 然后他说 校董会里面的人 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说校董会里面的人 只能根据州的法律 来去行使 来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就算进到校董会里面 你也只能说 我同意这个东西 然后我要怎么去执行而已 只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东西 这些教育科目 还是会进到你的学校 还是会进到你的这个 小孩的耳朵里 所以说我们把东西 放在立法委员上面 放在这个州的立法 联邦的立法 各方面 我们觉得说 我们只要立了一道 很完善的一个东西的之后 接下来全部都会好了 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 国家不是这样运作的 人生也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你如果要成功的话 你就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做戏 你如果想要当大老板 你想要很有钱的话 早上起来 然后努力赚钱 努力工作 然后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你要不断地创新 你要不断地去做这些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才可以成功 你一定要付出 而且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 你才可以达到你要的成果 我们如果说只改变成法律 然后就期待说 接下来我们把小孩 放到公立学校 就一定没问题了 这是个自欺欺人的想法 而且这是一个 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是很感谢 这些立法委员 是可以愿意为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他们会愿意 提出来这样一个法案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 就是这些法律 其实都没有办法 改变任何的现状 不管是立什么样的法 状况还是会继续的恶化 所以不要将这样一个 教育的希望 寄托在立法之上 因为坏人呢 想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的 他不管有没有法律 他想要做坏事 他都可以继续做 你像德州 是吧 多红的一个州 那个共和党人 占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州 但是呢 德州的家长 最近一个新闻 他也发现了说 学校的老师 带着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 让小孩子装成妓女 就是你要摆出妓女的姿势来 然后在班级的课堂里面这样玩 而且他居然发现说 不仅仅是在这一个班 就他们家小孩的这个班 有玩这个游戏 在其他班级 也有玩这一个游戏 他有听别的班的孩子 也是这样讲 所以呢 就是让小孩在学校里面 装成妓女的那个样子 你要去摆各种的姿势 要干嘛干嘛 然后你就要说我是妓女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玩游戏 那个扮演角色里面就有这样子 那你说在那么红的一个州 法律算是完善的吧 咱们来说 但是在公立学校 还是堂而皇之的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于是呢 这个妈妈 她就是把她的孩子 因为这个事情 她就从公立学校拉出来 就在家里面教育 所以真的我们看到 坏人想做坏事呢 是防不胜防的 这个跟立不立法 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并不是因为法律越完善 社会就会变得越好 教育就会变得越好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说 立法这方面 其实是靠不太住 就是你不应该把你的希望 寄托在立法之上 你的孩子会不会变好 跟他们上门立法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 现在的教育环境 变成了这样子 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分成几个部分 根据这个我们人生 在社会中 不同的这样的角色 我们大致分了三类 那第一类呢 就是家长 就是你已经有小孩的家长 或者是你现在 马上就要成为准爸爸准妈妈 你要开始思考这些事情 作为家长来讲 能够做什么 可以有效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那对我来讲 我当父母 不是当了很久一段时间 但是这是我自己 就是看新闻啊 还有各方面 我跟很多这些专家 在那边讨论 我认为的 第一个就是 你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学习 圣经你要拉着小孩一起读 你不要觉得说 我在教导小孩的时候 就只是纯粹在教导小孩 然后呢 各方面的 其实你是可以跟你孩子 一起去学习的 圣经这么 有智慧的一本书当中 你可以从里面学习很多 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子的心态 来去教导我们的小孩 然后跟我们的小孩 一起学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建立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小孩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是最珍贵的 很多爸爸妈妈就觉得说 我把小孩丢去学校就好 我把小孩丢去补习班就好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台湾来的人就知道 很多的父母晚上要加班 加到七点才下班 然后呢 对对对 那学校的这个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在学校呢 弄在一个这个家常课 小学 国中三点四点的时候 下课了之后呢 你再多付个四五百块钱一个月 然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再上课 然后呢 你就可以跟父母同时下班了 然后呢 或者是怎样 就是父母把这个小孩 送去什么补习班 去学钢琴 去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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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就是学数学那种 然后就是教大家写功课 别人一问你 你的小孩在学什么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或许以前的话 你是真的是英文数学 现在的话 你不知道他们在教什么东西 特别是学校给这些教育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当一个人有了家了之后 你的生活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你不要觉得说你有了家了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做你什么单身的生活 你应该要以你的孩子为主 而且要以你的孩子的教育 你要把你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人 你要维持这个家为主 而不是我为了要追求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 都要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一个改变才可以 那第三个呢 就是拒绝政府的补助金 重新掌握孩子的教育 我们都知道 当政府给你钱的时候 就是他掌控你的时候 当政府把东西给你的时候 就是你不要觉得是免费的 第一个你已经付税了 地价税各方面都是给政府的 那他们把这个钱重新分配到你的口袋里 你的孩子的这个教育上面的时候 你的小孩就是那个商品 他要来使用的就是你的小孩来控制你的家庭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期望放在政府的补助金上面 养育孩子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有义务要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牺牲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不要觉得说我想要政府的这个钱 我要政府的这个东西 如果政府不给我钱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带小孩了 我就没办法教育小孩了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小孩当一个好人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付出 而且我们要牺牲 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学习 然后第四个就是 不要期待school choice 这个折校权会带给你孩子任何的改变 因为折校权就只是钱的问题 孩子的教育是要自己掌握的 我们那时候在推这个折校权的时候 最多父母反对的就是 我不想要政府的钱 因为政府的钱就表示说 他会来控制我们的教育内容 他会来控制我们的小孩 我已经是一个家了 我已经把小孩拿出来了 我想要的就是独立 不管是在教育上面独立 信仰层面独立 各方面我都要独立 我要我的孩子变得刚强 那最好的选择就是 我当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不要一直去期待 有什么折校权这些基金会下来 或是他下来了之后 我再来自己教育孩子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把小孩的教育放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要来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 也要来掌握我们孩子的人生 不要把小孩丢出去给其他的人 那第五个就是我们要谦卑 而且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不可以觉得说 我们高高在上 然后我们就是这小孩教育这东西 我这个已经长大几岁的人了 我为什么要去在乎这些小事情 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小孩一起去读 1加1等于2或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谦卑 而且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认罪悔改 最能影响到小孩的 其实就是父母 很多父母觉得说 我绝对不会道歉 我绝对不会这种 我不能在我的小孩面前 有软弱的样子 其实最刚强的一个人 就是你可以一个父母 可以认罪 然后可以谦卑 在你的小孩面前 你才可以把你的小孩教育成一个非常好的人 因为谦卑跟认罪悔改 是一个人进步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所以说我们要学着谦卑 我们要学着认罪悔改 我们要带领着我们的小孩 你的小孩已经长大了 你最能做的事情 就是跟你的小孩一起说 我之前没有好好教导你 但是我们现在一起认罪悔改 现在我好好的来带领你 你要证明到这一点 而且你要真的是去执行 不要说只是嘴巴上讲讲 然后说很伤心很难过 然后直祷告而已 我们就必须要付出行动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学英文 我们要把我们的英文学好 很多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教小孩 就是因为说 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那教科书上面我看不懂 对 然后我的小孩这个样子讲 我也没办法跟他讲 我小孩问我这些问题 我也没办法讲 不是 而且小孩其实最容易瞧不起家长的 就是这个移民的家庭里边 小孩最容易瞧不起家长 就是你看什么看 你问什么问 我这书你看懂吗 我们学的 我跟你讲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你什么也不知道 你凭什么管我呀 这个是我亲耳听到 我以前一个朋友 他们家的 亲那只的小孩 对他的爸爸这样讲 哇哦 爸爸 对 那爸爸怎么回 爸爸什么也没回 爸爸说 对啊 我的确就是不懂啊 哇哦 笑敬父母 这东西 就算你父母不懂英文 你也要好好的去笑敬他 就好好的跟爸妈妈讲话 真的不要瞧不起他们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华人来到了美国 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愿意去学习英文 很多人的借口就是 我是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学英文 那你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要在美国 对吧 你知道就是 所有的这些 找那个借口 其实都不make sense 那很多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如果你要是不会英文 你其实在生活中 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 不光是在小孩教育的方面 哪怕是在你自己的工作中 你的生活中 你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所以学习英文 不仅仅是说 不要让小孩瞧不起你 更多的是你要了解 他们都在学习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在接触的东西 都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学习英文 这个过程 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困难 我们都有经历过呀 来的时候 谁也不是说英语 呱呱叫的那种 我们的母语 也都是中文呀 虽然现在也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你只要学的话 其实并不是说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你的小孩面前展现你在学英文的决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powerful的一件事情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小时候 我那时候二年级还三年级 我妈那时候是考美国护士执照 我们全家可以来美国 是因为我妈考上美国护士执照 他半夜两三点 在那个地方写那个题目 然后呢 那个字典哦 他不会的字 全部用那个红笔画起来 然后呢 那个字典上面 他那都是用手关的 那什么拿到什么电子字典 拿到什么iPhone 都是书的那种字典 对 然后呢 他第一次查不会的时候 就画一个颜色 第二次查 这个我已经查过一次了 再画一个颜色 第三次 然后他说 哇 我怎么读了第三次 我还是看不懂这个字 再画一个颜色 然后第三次 他就要把它背起来 那我看到他这个样子 学习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看到他这么努力的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现在英文 你说有我好吗 当然没有 但是我尊敬他这个学习的 这个模式 然后我尊重他 而且我敬重他的 这个决心 没有他这个样子的决心的话 我们全家没办法来美国 他的决心 然后他的努力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我们要有这个样子的决心 而且要做给小孩子看 就算我们或许还是做得不好 但是我们有义务 要给我们的小孩 装一个榜样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 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你处理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 或许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你在这个方面 也并没有多好 但是你最起码努力过 你有真的有认真去学习过 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你让小孩看到说 以后我在人生中 我面对我不会的东西 我面对我的困难的时候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而且你看你父母 如果真的做到的话 他说话可以多大声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说他没有做到的话 然后他就是 他每次骂我 你以前还不是这样 现在也一吵架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那时候读护士指导 你也看到了 那我就没话说了 是说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小孩子看 那我们刚才呢 讨论了是家长的这一个部分 或许你也是家长 你可能有更多的idea 欢迎你在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这个刚才这些呢 就是他作为家长 然后我作为非家长 就我们能够一起想到的一些东西 那接下来这一块呢 就是非家长 因为很多的时候 对吧 就像我们这种单身 没有家庭 也没有孩子的这种人 我们也想在教育的方面帮帮忙 对不对 我看出这事我也着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着急 是吧 你说我也没个孩子 对 但是看出这种事 你的确会觉得很痛心 你的确会觉得很着急 所以呢 作为非家长来讲 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帮助呢 第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可以去分享我们的影片 你可以在我们频道里面找到 或者是你看到过的我们这些影片 任何你认为有帮助的影片 你可以把这些分享给家长 让他们认识到 现在的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性 很多的时候我们说 家长为什么没行动 家长为什么没行动 其实不是家长没行动 是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 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或许就是有的人 他根本就是语言不通 或者他就觉得说 孩子丢到学校就没有关系 等等 他没有去了解 他不知道 现在到底都在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 你怎么能让他关注呢 对吧 所以如果要是说 大家认为说 你身边就是有这样的父母 就是他们的确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在发生 但是你又再言两语 你又讲不清楚 欢迎你分享我们的影片给他们 你可以 比如说这种家庭教育的 或者你认为任何 你认为比较有重要的 而且是有必要让他们知道的 有必要让他们了解的 欢迎你转发给他们 让他们去看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起来 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如果家长已经知道了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讲说 这个事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点 在于哪里 就是很多的家长 非常的木讷 就是他们对这种事情的发生 他们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是学校里面说 变性了 同性了 带着孩子多胎了 家长一行就 嗯 然后呢 就是还真是有这样的反应 你知道吗 而且这样的反应呢 其实还占挺多数的 就是家长的心比较冷漠 他们不觉得说 这些事情跟我的孩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我的孩子在我心目中 就永远最棒最好 然后百毒不侵 你就是洗脑谁 我的孩子最聪明 不可能被你洗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家长爱孩子 但是你也不能有这种盲目的自信心 因为你知道孩子就是孩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帮助很多这种 有需要的父母 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如果他们不明白 你可以告诉他们 这些事情产生的后果跟影响 到底能够有多严重 让他们明白 孩子是需要被保护的 孩子不是一个同乡蝶壁 不是你随便丢到什么地方 他永远都不会学坏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去帮助这些父母 要去跟他们讲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要去告诉他们说 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要去告诉他们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应该是什么 让他们知道如何去看待 而且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 好 那第三点呢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也 不光是说非家长吧 就是不管你是家长 还是不是家长 就是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你要让你身边所有的人 不管是大人也好 小孩也好 尤其是小孩 让他们看到 你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在各个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呢各个方面尽量的 都按照耶稣的样式去要求自己 这样的话 你让孩子看到说 哇 原来我爸爸妈妈真的是大英雄 原来我爸爸妈妈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人 他们就看到你是这样一个榜样 会看到说 哇教会里的这个阿姨 这个叔叔好棒啊 我要跟他学习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有的教会呢 是吧 有条件建立学校的这样的教会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去帮助教会来建立这样的学校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而且你也可以去发掘很多 这个老师 现在被公立学校给开除了 就是因为他们很尊行这样的 基督教的价值观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发掘 这些有教学经验的 而且是真正的尊行基督教的价值观 真正愿意奉献生命给神的 这样的老师 你可以把他们招到教会的学校里面来 你要当一个榜样是很重要的 你不管是不是父母 他看到他的父母是那个样 他的父母万一是不好的人 然后我们知道有很多父母是很糟糕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父母 现在是逼着小孩变性的 最近有一个这个新闻 就是讲说一个小孩 他从四岁开始 然后呢一个小男生 他妈就跟他说 你是小女生 你是小女生 然后他现在二十几岁 他妈那么早就开始给他洗脑 对 那个时候他新闻弄得很大 说什么 哦他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女生 然后什么什么最制作自己的 然后他就是一直 现在二十几岁 脑子开始出了问题 然后变得很胖 从小开始打女性荷尔蒙 反正就是很糟糕很糟糕的父母 你可以当一个很糟糕的家庭的一个榜样 如果说你还不是父母的话 你可以带领那些需要的孩子 特别是男生 每一个男生 每一个男生想要看到都是很man的一个榜样在前面 你如果是个牧师的话 你可以教他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你可以带这些有被伤害的 被自己父母伤害的孩子 就是他们父母又吸毒又烂性 但是你可以跟他们的小孩讲说 你可以做的跟你的父母不一样 你可以照着圣经的价值观来去生活 你可以当一个好人 还不是父母的 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自我 而且很刚强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就是基督徒能做什么 基督徒 我们每一期其实都在讲说基督徒能做什么 第一个就是走出舒适圈 认清楚神给你的使命 走十字架的道路 一定是比你现在的生活艰难很多很多的 没有人跟你讲说 你信了耶稣了之后 你当了基督徒了之后 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好了 一帆风顺 对 大富大贵 对 神会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成长的话 我会给你的困难会更多 你的前方的路会变得更困难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说 当一个好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要有各式各样的自治 遵守律法 然后遇到诱惑 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学着怎么样去拒绝 有的时候试探跟诱惑 是非常非常难拒绝的 我们要怎么去拒绝他们 我们当基督徒的 就是要做到 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拒绝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要认清的就是 我们教育孩子 是困难的 然后我们要用心 而且要很努力的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能把东西丢给别人 我们不能把责任丢给别人 我们要过得 比我们现在或许会更辛苦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样子的路是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样子的方式 对孩子来讲是好的时候 我们才会愿意这个样子去做 第一个就是要认清事实说 这个道路是很困难的 就算home school的话 不是说我们买一些教材 丢给小孩 小孩就会写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跟随耶稣 做下一代的榜样 耶稣亲自的来 来跟我们说 做人要怎么样去做 所以说我们要以耶稣 做我们的榜样 耶稣他不怕世界上的这些邪恶 他也不畏惧 他亲自的来去面对这些东西 然后击败他们 他亲自的面对死亡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无畏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只要求神的义 还有神的这个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面 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舒适 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想的是 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今天神要我们牺牲的话 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去跟耶稣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当一个基督徒 每一天要想的 都是我们要怎么样跟随耶稣 然后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学习耶稣 做到跟耶稣一样 然后做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做给我们朋友的小孩看 做给我们孙子看 让别人看到说 原来当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他们看到的就是 哦 其实你当基督徒 跟一般的人没什么差别啊 你还是很小心眼 你还是一天到晚贪小便宜 你去大华买东西 你就会多拿几个垃圾袋 shopping card 你就是不会放回去 各方面的东西 小孩看在眼里的时候 不但会瞧不起你 还会瞧不起整个基督教 他会觉得当基督徒 其实也就这么样子而已 第三个就是 不可以跟罪跟邪恶妥协 我们千万不能跟罪跟邪恶妥协 罪跟邪恶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罪恶 充满着邪恶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到我们的最好 而不是做到法律的辩委 或者是我们职责的辩委 我们要做的是比这些东西 比世俗上的这些所有的规定 都还要更高级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升华我们的脑子 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人 那下一个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参加 你当地的校董会的会议 可能有的人说 哎呀不啊 反正我小孩 我也不打算让他在公立学校念书了 我就把他拉回到家里来 这个家庭教育吧 但是我觉得当地的这个校董会的会议 你还是要去参加 而且基督徒都要去参加 为什么 因为总会有人在公立学校里面上学 而且是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会在公立学校里面上学 很多家长可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很多家长可能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危险性 但是他到最后 他还是会选择 让他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面上学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要做一个特别自私的人 就是说哎 我的小孩好以后就好 你要知道 以后在这些公立学校里面上学的小孩 他们都会成为社会上的一部分 他们可能会变成你们当地警察局的局长 他们可能会变成你们州的这个参议员 众议员 他们可能会变成手里握着权力的人 那这些被这个毒药浇灌长大的小孩 他们长大了之后 就是长大了一堆小拜登啊 小夯与拜登啊 等等等等 就是一堆这样的人去掌权的时候 你觉得你小孩的生活会过得有多好 所以你要去影响这些东西 当他们要把很邪恶的东西 开校董会的会议时候说 大家同意不同意 你要在那里出现你说不同意 而且你要带着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 其他的爸爸妈妈家长 你要去那里发言你要说不同意 为什么我们不同意这个东西 你要去进行干预了 就是你们当地的这个校董会 那很多时候 你可能管不到其他城市 或者是其他校区的等等 但是你可以管好你这一个地方的 你可以做到 你可以去参加 你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参加 而且反对他们做邪恶的事情在学校里面 当你成为这一个社区的一分子的时候 你要做好调查 你要知道谁都在学校里面 你要知道你们这个城市 所有掌权的人都是谁 在下一次选举到来的时候 你要去推动真正能够委身于神的基督徒 要去当选各种各样的职位 接下来就是你要有信心 而且不可以丧气 我们听到太多的人就觉得说我们放弃算了 反正这个社会已经烂掉了 一定会这个样子 我们如果说今天不做任何事情 反正在帮助耶稣赶快回来 赶快帮助圣经的这个预言赶快实现 我们不可以放弃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不只是属灵上面怎么把我们的财富放在天国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下一代的 为什么民主党他们这么 为什么左派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的坚持一定要控制小孩的教育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二十年之后 这些都是会投票给他们的 都不用二十年呢 我跟你讲 现在的teenager 十三四岁的小孩 你想用不了十年 他们就投票了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Raul Ortiz 他是个非常好的候选人 他那个speech你还记不记得 It's our time to fight 是我们奋斗的时刻 We're gonna fight like the third monkey on Noah's Ark 这要怎么翻译 你要这个斗争的这个程度是什么呢 你就想象你是在诺亚方舟上面那第三只猴子 你看看你要怎么样的去斗争 对 你要抓住神给的恩典 就是那个雅各这个故事就是抓嘛 对不对 他抓着一直抓着 跟神摔跤这个东西 你就是要去抓住这个东西 而且你要知道说你要有信心 这个东西一定会翻转 那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 或许这些呢你会觉得说 讲的都是教育的主题呀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要明白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 我们所有今天讲的这些事情 不光光可以放在教育的这个层面 其实神的这个价值观 你可以放在所有的层面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工作当中 你的教会当中 所有所有的一切 我们呢不能再继续的依靠政府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依靠法律 而且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 建造在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上 我们要明白 就是如何能够翻转时代 或者是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或者说的比较大众化一点 就是如何能够获得你理想中的好的生活 这个不取决于任何人 这个就是要你必须要脚踏实地的 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上去做 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好的生活 你才能够将你自己 你的家庭与世界分别为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觉得说 我什么也不做 这个生活就会到来 你什么也不做 这个生活就是不会到来 是一定不会到来 但是你去做 这个生活就一定会到来 而且一定不要放弃神 一定要好好的去追求 这样的话 神的国度就会降临在你的家里面 而且我们真的是 完全不能有妥协或侥幸的心态 我们有很多的人在教会 我们爱主啊 爱神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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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拒绝左派啊 然后女儿一生日 带女儿去迪士尼爱乐园玩 带女儿去Universal Studio 在那边看新闻 好可恶啊 好可怕啊 然后什么 然后呢 家里面播着Netflix 放着那个Disney Plus 里面每一个就在讲说什么 变性人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还自己安慰自己说 没关系啊 这个没办法 对不对 这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嘛 他们未来总是要面对的啊 各方面的 我们就是在支持他们 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在支持他们 在洗脑 就算你的小孩很好了 或许你的小孩真的很棒 但是你在支助他们 再去洗脑其他 没有你这么棒的小孩 没有你这么棒的父母 你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很多的人 啊 这个 在周末的时候 在那边大喊 啊 我们要把100%的 把自己献上给神 我们的生活 我们各方面 我们要依靠耶稣 然后呢 他星期一到五的时候 在左派公司上班 在Disney在那边帮忙剪广告 我们不能做这么虚伪的人 我们 要有能力自己出来创业 当 你的生活 跟你的信仰冲突的时候 你要选择什么 耶稣说 你要爱我 超过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家人 超过爱自己的生命 你能做到这个样子吗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到底要舍弃哪一头 然后拿起哪一头 这两个事情是不应该同时存在的 你不可能说 礼拜天到了教会了 然后你说我宣告 是吧 我全人是属于耶稣的 然后我爱主 我把我的生命 我把我自己什么当成活迹 你这一套一套 大家都会说 可是你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领着Disney的薪水 你拿着乐高的薪水 你明明知道他们在推LGBTQ的东西 去洗脑小孩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怎么会觉得这个钱 是你拿的理所应当的 或者你怎么觉得这个工作 是神给你的祝福 如果说我没有做这个 如果说我还在服装设计的 那样继续弄的话 我或许赢作更高 我或许薪水更好 我或许这样 但是我没有办法得到自由 我在那边工作的时间 我都要每天在跟自己挣扎说 我是在做一个坏事情 虽然我没有在 好像直接的去 promote LGBTQ的东西 但是每一季 都会有LGBTQ的衣服要出来 我没办法去接受 这个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要接受 我的主管可能是同性恋 然后我的老板 可能是支持同性恋 他们只要在服装设计 大家都知道 Halloween一到 大家每个都疯了 我就一定要去参加 那个样子的东西 我没办法做 我心中正直的我 没办法去做自己 我做每一件事情 都会干扰到 我的身心灵的时候 我就是必须要 放弃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要跟随耶稣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比做任何一个工作 都还要快乐 都还要有意义 大家可以从我们 那个观抗的数量 就可以看出来说 现在的人在乎的 这东西是什么 我们讲到什么川普 然后Desenters 然后什么飞碟 外星人 大家觉得很爱看 每一个人点的爱看 然后底下留言一堆 七十几个 好多个 你们说的真棒 你们怎样 但是那些其实都不是 我们能做的事情 那些看了之后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你能做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小孩的教育 你小孩在哪里上学 你的小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 你的小孩在家里学了什么 你的小孩的价值观 你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从你的家庭开始 而不是你要靠什么川普 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太多的人 太多的观众在那边说 我们只要川普上来之后 就可以拯救美国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拯救美国 从你开始 从你的家庭开始 你有这个义务 你有这个需求 你有这个想法 要来拯救美国 从你的家庭开始 拯救你的家庭 让你的家庭可以感染到其他的家庭 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不是说我只要投川普 只要投共和党 只要做什么事情就好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要来守护自己的合唱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要来守护自己的家庭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来改变自己的社区 我们要什么改变 是从自己家里开始 不是从政治层面开始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要有什么 其他的好的主意 或者是你决定说 好 我看了你们这期节目之后 我决定要转发了 我要让我身边的父母 家长朋友们 我都要让他们知道了 那欢迎呢 你可以转发 你认为我们比较有帮助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 你去告诉十个家庭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的话 我相信 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呢 你有一些你的想法 就像我说 对不对 我有一些想法 你们今天没讲到 但是我想到了 欢迎你在下面跟我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